全称《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卡式条约》 卸有87个缔约方 中国是在2013年6月28日签署了该条约 是条约的首批签署方之一 按照生效规则 该条约将于递交批准书三个月后 即2022年5月5日对中国生效 马拉卡式条约要求各缔约方规定版权限制于例外 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 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 马拉卡式条约的受益方不仅包括视力残疾人 还包括由于视觉缺陷 知觉障碍或身体残疾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不能正常阅读的群体 那么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亚调查的结果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我国阅读障碍者的数量可能会更多 那么马拉卡式条约对中国生效后将极大丰富 我国阅读障碍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其受教育的程度 推动我国优秀作品海外的传播 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版权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展现我国大力发展残疾人事业 充分尊重人权的国际形象 生意还是一些没感觉 金奋疾人到我们体内听 就这么长了 以一些牌员方面这些使用回生